我手機麥克風的聲音其實也蠻好 但是畢竟應該沒有這支的麥克風近 因為這支麥克風就直接貼在身上 這樣子 好 我們在外面VLOG 哈囉各位 歡迎回到AR的MIX4 ALSMIX 今天我們要來評測一套新的麥克風系統 這是知名的澳洲品牌RODE麥克風 大概在前一兩個月推出的新的麥克風 叫做Wireless Mi 我們先來看看盒子裡有哪些的東東 好 這個是我們的主麥克風 它同時是發射器 那它帶有這個3.5mm的插頭 它可以外接另外一支的麥克風 另一個是具有內建麥克風的接收器 還有3.5mm TRS轉TRS 這有一個灰色的頭的這樣的一個線材 這個可以用來搭配呢 就是耳機插孔的智慧手機啦 或者是攝影的裝置 它還附帶了一個3.5mm TRS轉TRS的線材 那這可以連接到相機 攝影機 那最重要的是這條 USB-C到USB-C 那這條可以連接到這個Android手機啊 或是電腦 就是有USB-C的插孔的裝置 那同時呢 它也還附帶了一個USB-C到Lightning的線 那這個呢可以用來配備 Lightning介面的蘋果的裝置 那它同時附有兩個毛茸茸的防風罩 這個可以來減少風聲啊 跟這個衣服摩擦的一些噪音 還有一個收納袋 那給了這些滿滿的線材呢 基本上不管你是相機 攝影機 電腦或是手機 Wireless Mi 都可以來作為 你的麥克風的輸入來使用哦 好 所以RODE他們家的經典麥克風系統呢 Wireless Go 在前兩年早就已經紅遍了全世界的媒體業 跟所有自媒體啦 社交媒體的圈子 所以呢 不管是從YouTube啊 這些到專業的外景節目 你到處都可以看得到Wireless Go的這個身影 這也不用我們多說 但是呢 新的推出的這個Wireless Mi 跟Wireless Go有很多的相似之處 那我們就來看看 他們有哪些的不同 那首先呢 Wireless Mi 的價格 比Wireless Go 2還要低 所以如果你只跟 有一個發射器的Wireless Go 2來比的話 這個價格的差異到50塊美金 好 雖然說 50塊的價格差異 好像不是很大 但是呢 因為附帶的配件啊 卻讓這是Wireless Mi 提供更多的價值哦 因為呢 它除了這個3.5毫米的TRS線啊 還有這個USB-C線之外呢 Mi 它還標配了這個SC21 Type-C 還有這個Type-C到Lining 跟這個他們的代號SC7 TRRS 就是有灰色尖端的這一條線 那對於Wireless Go 2的用戶來說呢 這兩條線材本來是需要單獨的購買 它分別是22美金跟15美金 那所以呢 Wireless Mi呢 就等於是用更低的價格 去搭配了一套更完整的線材 Mi 最大的省錢的地方呢 可能就是它在它的接收器上沒有顯示螢幕 所以呢除了電源的按鈕以外呢 其他按鈕或者是其他的顯示都被拿掉了 所以呢它所有的設定呢 都需要透過這個Role Central的這個APP 在你的手機或者是在電腦上來進行 那購買Wireless Mi的配置方式呢 也跟這個Go 2有不太一樣 它只能作為一對一的套裝來購買 那如果以前買過Wireless Go 2的人就知道說 啊大部分買Wireless Go 2 常常就是兩個發射器 啊配上一個接收器 三顆的這樣子的一個配置 不過呢就是Wireless Mi 即使它只有一對一的配置 它的接收器呢 啊也是一支麥克風 所以它呢也是可以接受來自兩個麥克風的訊號 而且啊它跟Wireless Go 2的這個發射器呢 也是兼容的哦 所以如果你有Wireless Go的麥克風 你可以讓它跟Wireless Mi來做搭配 那或者啊 如果你有Wireless Mi的麥克風 你也可以跟Wireless Go 2的接收器來進行配對哦 所以呢Wireless Go 2跟Wireless Mi是相容的 那所以如果以前有買過Wireless Go 2的朋友 這個你可以當作是Wireless Mi是一個附加的 啊這樣子的一支麥克風 這麼吵的環境 應該是錄不到 吃播啊 但是反正我們就吃了 好那我們來看看就是Wireless Mi還有另外一項全新的設定 就是這個GAME ASSIST的這個功能 這是Wireless Go 2所沒有 它有兩種的模式 自動跟動態 它是Wireless Mi內置的一個智能算法 它會就是根據啊你所錄製的聲音的音量控制 就是麥克風信號的GAME 那所以呢如果聲音突然變大 它的輔助會去降低這麥克風的GAME 那聲音如果變小的話呢 它會將提高麥克風的GAME 所以呢這個意味著你的音頻的音量呢 都會保持在一致跟平衡的狀態 可能更重要的就是它消除了突然的高聲音導致這個消波Clipping 或者是失真的這樣子的機會 那所以呢這也讓就是Wireless Mi適合就是出學者更快速的來使用 看看這些的渲染有沒有被收進去 然後這家的風其實還蠻大的 這個河邊的風蠻大的 剛好就來測試一下這個 它這個防風罩的功能 好跟大家要測一下就是 有這個Rode麥克風跟Muse Rode麥克風差別 現在這個是我的手機的麥克風 我手機麥克風其實蠻好的 而且因為我現在用廣角鏡頭 所以呢我平常在走路的時候 我手機其實就是可以拿回去 所以這就是用這個Rode的Wireless Mi 跟剛剛手機的麥克風 有這樣子的差別 有很大的差別嗎 還是手機麥克風也很好呢 大家就自己聽一下囉 Wireless Mi的接收器呢 也有內置麥克風 這跟發射器上的麥克風是相同的 你在接收器裝在相機上的時候呢 你可以清晰的錄製另外一隻麥克風的聲音 那這就很適合就是如果你做這種 POV POV POINT OF VIEW的這樣子的拍攝手法 或者是說這個在interview 在做採訪的時候的這樣子設定 那在Rode的Central的APP裡面呢 這一隻接收器的麥克風 它叫做這個MiMic 那它初始的設定是沒有打開的 所以如果你要使用的話 你要到這個APP裡面 可以去開啟它 那也可以在這當中去開啟這個 接收器的分離的模式 在分離模式呢 它會將MiMic的音頻呢 輸出到右聲道 然後呢另外一隻麥克風 輸出到左聲道 那這樣子呢 就是讓你在後置的時候 有兩個完全是單獨分開的音軌 讓你可以去做更多後置的調整 那如果有人會好奇的話 這個是我們在車上收到的一個聲音 大概就是這樣子喔 好啦那個用了這幾天 然後聽了一些它的錄音之後呢 感想如何呢 首先身為一個麥克風 最重要的東西當然就是音質啦 那我覺得聽起來它的音質還蠻不錯 是我喜歡的音質 不會太尖銳 然後低音也不會太過的膨脹 在戶外的時候 聽到周圍的聲音的這個品質也還不錯 然後在室內室外 都有這樣子的音質 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第二點要給他們大大的稱讚的就是 價格 他們可以在這一代的新的麥克風當中 把價格壓到這麼低 然後音質跟前一代GoTo 比起來也是差不多 這真的已經是要給他們大大拍拍手 第三件事情就是這麥克風 真的是太適合新手了 因為呢它有這個Game Assist 而且這個Game Assist的品質 做得非常好 如果我是大聲 突然變成大聲 它大概有200毫秒左右的時間 就可以立刻的做調整 所以呢這個東西 讓它就變得非常的隨差即用 那對於這個所有的新手來說 不用去調整任何的設定 這真的是很厲害 做得很聰明的一件事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實測 大概就拍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樣子的內容呢 歡迎你來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的頻道 AL的密克室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